最重要的是 跟你们香港的这些电影人进行交流 郭先生 你也知道 我们成立了香港电影协会 目的就是 为了团结香港的电影人 跟我们一起合作 而我们最想合作的 就是你的大哥 其实日本有那么多的电影人 干嘛一定要跟我大哥合作呢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电影是一个最好的宣传工具 给你们中国人看的电影 当然是由中国人来拍是最好的了 所以是想让我们中国人 拍一个日本的宣传片 来欺骗中国人吗 我们拍中国人看的电影 是为了宣传中日的友好 对不起 我大哥可能帮不了你们 aggio 上次请你大哥帮忙 他说他没有时间要拍电影 这个理由 我们大家僻子都明白 但今天 如果你还用这样的理由 来探测我们的话 牺牲将军 是不会答应的 なんだ Eliza 战争爆发以后 我们四兄弟各本东西 我大哥整个人心里焦脆 他现在无论是从身体上 还是体力和精神上 都无法帮你们拍电影 原来是这样 那实在太可惜了 那顾先生 你呢 你愿意帮我们吗 刚才我过来的时候 看到整个片场 被炸成那个样子 对不起 我帮不了你们 明白了 我会把你的话 传达给西山战军 打扰了 应该告辞了 我不站着 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 停止捐款呢 你先冷静一下 我们一直在资助抗敌后援会 可结果怎么样呢 你都看到了 是啊 就算再帮下去 都是徒劳无功啊 如果我们现在退出 没有资金后援会 根本走不下去 我们怎么能在这个时候 退出呢 我们有很多同胞在前线 随时都会牺牲 他们都没有退出 我们远离战场 为什么不能多捐一点钱 多出一份力呢 话不能这么说 我们现在都在抵制入货 整体经济又在下滑 国币又在贬值 我们大家一直都在亏损 灵姐 你说的呢 也没有错 但是你知不知道 日本人都快打到新加坡了 没错 日本人现在已经打到了 马来西亚 估计很快就会打到新加坡 而且我还听说 咱们好多资助后援会的华人 都被抓了起来 我们也是上游牢 下游小的人 我们也有顾忌啊 这个问题啊 我跟你父亲商量过 其实呢 我们已经把大部分资金 调往国外了 就是怕有一天战火 会烧到这里来 那我们今天开会是干吗呢 领结 小红帽差点被大灰浪吃掉的时候 幸好他之前帮过的猎人刚好经过 就把小红帽给救了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他听外婆讲童话故事呢 还差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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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还差一个 爸爸以前总是一口气讲三个的呀 文文 不如先吃点蛋糕 让外婆休息一下 一会儿再讲给你听好吗 就是 来 外婆带你去洗手 走 文文 要听外婆的话 乖 嗯 你妈呀 现在是对文文 寸步不离 真是照顾得周全 也难怪她 要不是我们逃难回来 她也没有机会和文文见面 当然想跟文文多一点相处了 也不知道 这里能安顶多久啊 我听我爸说 现在到处都很乱 新加坡也快守不住了 他跟我提过 想回美国 我跟若夏 很有可能一块儿去吧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我是不会走的 都这么多天了